嗨 這是賀瓏格就回面100天的第50天 博恩上週探視我之後呢 說這次的補給日適逢50天 要安排神秘嘉賓排擠我的孤單極目 我已經穿好我玩遊戲的帥T了 會是做什麼呢 玩桌遊嗎 還是PS5嗎 來了來了 期待期待 來了 來了 嗨 賀瓏好久不見 怎麼是工資研究員 來念書啦 不要 啪嗨 啪嗨 看你100天有什麼好怕的 嘿嘿 好 切到那邊總結 拜拜 誒誒誒誒 誒誒誒 誒 今天真的不玩桌遊嗎 念書 上個月 當午節假期的最後一天 國民黨立委們闖進了立法院 國民黨八戰議場主席台 從28號傍晚4點多突襲 蔣萬安等人連大門玻璃都弄破了 跟警察拉扯成音團 議場內葉玉蘭拿著綠色油漆到處噴 抗議監委人事仇憂 這裡議場國民黨立委展現決心搬出鐵鏈椅子 將議場門口堆疊封鎖 你沒看錯直播還不到20分鐘 畫面就像被定格一樣 完全沒人 網友不禁疑惑 立委人都去哪了 難道是跑回小房間吹冷氣嗎 人看門被打開 無一定一個快手 麵粉一抓灑向門口速速退 但一把似乎不夠 林一華一丟就是一整包 你掛一圈我掛一圈 林思銘接著加入鐵鏈三兄弟大合照自拍 真是辛苦國民黨了 為了因應端午節闖進立法院 還要大費周章 把鎖鏈放在自己身上 cosplay成黨部眾 這麼前衛的拍照pose 當然要問一下 跟鎖鏈長期合照過的大前輩 賴品瑜他的意見 他們是立法委員 等於說這裡就是立法委員的辦公室 自己佔領自己的辦公室 這個跟民眾的抗議 我覺得是有很長很大的一段距離 這個不合啦 而且我覺得很怪的是 我還看到他們還打破玻璃 然後我就想說 你自己的辦公室 你為什麼要打破玻璃衝進來 不愧是賴品瑜 短短一句話就突破盲場 國民黨被外人看破手腳之後 自家黨內的連勝文馬上跳出來還家 這一次佔領議場來抗議民進黨這種 多數暴力跟這樣一黨獨大的雙重標準 那我認為這樣來講是 你就把它當作是小嬰兒踏出第一步 嗯 把衝進立院佔領議場 當作是可愛的小嬰兒 這讓我不禁想起 當年你們是怎麼對待小嬰兒的 金砸和威 對嘛 對嘛 以前教育本來就可以體罰阿 小嬰兒不乖趴在地上 本來就可以用盾牌偷尻他頭 以前小嬰兒過的多辛苦阿 那現在的小嬰兒呢 過得也沒有多爽 開電燈開冷氣 林維洲好兇的態度 配上好蠢的訴求 再配上好蠢的頭飾 他像一隻熱壞的燈籠魚 沒有人提醒他一下 對記者嚴肅表達訴求時 最好摘下頭燈嗎 有 記者親自提醒了 因為沒有破 對不起 因為沒有破 對不起 真的是鬧腫欸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那些人分明就是想把自己關起來 裝可憐騙取外界同情心 想躲在室內作秀吹冷氣的廢物啊 台灣怎麼會有這種人啊 賀龍這不就是你隔離在做的事情嗎 蛤 我沒有吹冷氣啊 有你連運動都開冷氣欸 我沒有在牆上亂塗鴉吧 有啊 那我有把鎖鏈放在身上作秀嗎 有 那我沒有開直播然後不見人影吧 有 你還不承認你現在做的事情就跟國民黨一樣不謀而合啊 對啊 各位觀眾 我剛剛以上對國民黨的所有言論都是在反串 我支持國民黨 國民黨是對的 馬上進入你再質疑我隔離挑戰士在家裡吹冷氣的廢物 我想對你說的話 你剛剛是罵髒話吧 沒有 我說 欸 嘴心明明就是 國民黨我懂 我懂你們的痛苦 把自己關起來絕對是一件非常嚴重非常值得同情的決定 萬人根本就無法了解我們犧牲自由內心糾結這種心境啊 你現在就是硬要幫國民黨講話就對了 我沒有硬要好嗎 會把自己關起來的孩子不會變壞 那你不是兩分鐘前才大力稱讚賴品瑜的批評嗎 賴品瑜懂什麼啊 哈 一個剛選上的年輕人只會亂講話啊 這種小女生進國會根本就不會做事 只會搞怪 賴力立委擠成一坨 賴品瑜卻悠悠哉哉的 在國民黨立委侯莫凱後方半鬼臉搞怪吐蛇 民進黨立委賴品瑜開心的拍照 先試雙手筆葉 接著又試手舞足道跳舞 看起來心情很好 筆葉拍什麼照啊 不能尊重一下旁邊被關的人嗎 喂 可是國民黨關三天三夜就是夏令營啊 夏令營拍個照合理吧 三天三夜而已 對啊 三天三夜也是很難啊 中筆一開始目標定太高 到中途之後很痛苦想半圖額廢好吧 你是說你今天嗎 我不否認 可是國民黨三天三夜也半圖額廢啊 他經過二十一個小時就出來了 蛤 哎呦 三天三夜 三夜本來就是中國文學裡面常見的虛數 僅代表很多的意思嘛 常用淋語不用那麼計較啊 而且 三天三夜就像那首歌嘛 三天三夜 你那麼經典的歌也能忘詞喔 你那麼經典的歌也能忘詞喔 我哪有忘詞啊 我是在致敬最新的cover 賀龍我覺得你還是放棄護航國民黨吧 他們這是佔領立院的行動真的非常失敗耶 好 就算很失敗好了 失敗為成功之母啊 他們失敗之後一定會做出立即的檢討改善嘛 我可不這麼認為 霸善主席台不到一個小時 國民黨騷民進黨火速輕上 為了返回顏面 前國民黨主席以朱立倫 特別找來新科立委好好的特訓一番 還不 天啊 你是不是護航不下去啦 好我們先陪開整個行動還有檢討過程 先來看一下動機是什麼 是叫你不要再硬要幫國民黨講話 到底什麼原因讓整個國民黨動員全部黨團 不惜犧牲睡眠忍耐酷暑也要佔領立法院呢 廢考間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我們都知道 但是這個長期的主張 顯然只是一個遮羞部 如果今天民進黨真的有心要廢考間 有良心要來思考憲政議題的話 請你撤回名單 撤回名單 請你撤回名單 請你撤回名單 撤回名單 你們有發現記者會有亮點嗎 黨主席江啟臣後來才出現喔 錯 是燈籠魚從林維洲變成洪夢凱了 為什麼國民黨每次對外聲明 一定有人佩戴頭燈啊 我懷疑整個行動是LED頭燈的業配耶 你是不是嫉妒人家有業配 對啦 講回正題 撤回名單的名單 真的有那麼爛嗎 第六屆監委曝光 國民黨中央拿出一大張綠色海報 都是監委提名人跟民進黨的密切關聯 排不上不分區的 後來沒有關做的 通通都進來當監委嗎 這個是一個很離譜的現象 排不上不分區的 後來沒有關做的 通通進來當監委 哇 看來監察院比起民眾黨 更像是資源回收廠 哦 這份監察院名單看下來 的確政治中立性有待商榷 會不會再講大動作反撲不意外 不過這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了 李仁威的時代爭議比較小 不是沒有問題 但是陳水扁的例子 提名張建邦 導致於張建邦 連帶著所有提名的監察員 全部被封殺 三年多沒有監察員可以上任 是好例子嗎 蛤 監察院在陳水扁時代 曾經空轉三年多 嚇死我了 中華民國才五院 就有一院整整停工三年多 哇 這麼可怕的事 想必前監察院長王建軒 一定感到非常的遺憾 表現最好的時期 就是那個三年多空創期 最好的時期 所以就表示關掉時真的是很好的 哇 監察院長本人竟然會公開呼籲 把監察院關了 如果今天博恩說把公司關掉的話 我一定把他抓起來 架地上敲打喉嚨跟他講說 把我薪水還來 唉 我深深同情那些 擔心丟了工作的監委們 對因為民進黨過去對於 這個監察院都把他當作蒼蠅院 文子院甚至是盲腸院 你認為監察院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是我的條件贊成 你是贊成廢除 好條件的 我個人贊成 我請高昂成高律師 我個人贊成廢除監察院 贊成 贊成 我個人贊成 到底問問題的是李燕秀還是習近平啊 連即將進去當官的 都贊成想把監察院廢掉 那些人是不是個個都懷抱著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愛國心啊 或是他們的來歷可能比較特別一點 立法院臨時會排入人事同意權案 但也被質疑是否只為政治仇用 例如律師楊芳婉 就曾替前第一夫人吳淑貞辯 高永昌則曾為前國安會秘書長邱毅仁佩 原來監察委員是黨的報恩啊 難怪大家都說監委很廢 被仇用的人怎麼會好好做事呢 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在2018年就有個被仇用的監委想要幹大事 希望在餘下的任期能夠釐清過去司法 對綠營的迫害追殺 對藍營的縱容護航 儘管一番話引起各界議論 但陳時夢依舊堅持想說就說 過去作惡為非受歹的就是藍的嘛 整件事情看下來 無論是被稱呼為代廢院報恩院醜用院 甚至是監委被稱呼為監委 我都覺得合理啊 所以你也覺得你要廢監察院啊 當然啊 除非我被提名當監委 就可能再考慮一下 你這就是被仇用的想法吧 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當監察委員很多錢吧 因為這樣空下來 你看29個監委 一年不替國家省多少錢 省8千萬 光月薪 光星光在省快8千萬 我跟你講 一年省下的人事費 可以關你整整21年10個月 對耶 那還不快費 連考試員一起費啊 考監一起費掉 比他國多兩院有什麼好處 浪費錢而已啊 孫中山噱頭啊 你是想主張從五權分立 變成三權分立嗎 沒錯 而且不只費考監 其他院也費一費 反正只要把人事的官位 變得很少很少 就沒有酬庸爽缺給那些廢物啊 人事費我們能省則省 把大家的納稅錢 還給人民啊 你的司法院很費嗎 對啊 國民都有錢就不會有糾紛啊 那行政院咧 就給總統做啊 你想選總統你就要有做事的擔當啊 立法院呢 不能費 立法院不能費 立法院一堆帥哥美女 好看的院不能費 對而且費了生活潮很多娛樂 你的娛樂很膚淺耶 而且我告訴你 也不是要費就能費好嗎 修憲的門檻很高 要費除考間兩院就得修憲 不只立法院提案 需要四分之三立委同意 進入公民覆決 台灣至少將近一千萬人 投下同意票 四分之三立委出席 四分之三同意 還要全國二分之一選民公投通過 我們至少需要九百萬張贊成票 短時間之前根本不可能嘛 好吧那就不要費啊 什麼今天整集A看完沒有結論這樣 不然欸不干我的事啊 等我當經緯再說吧 太爛了吧 算了對期望太高了 好好好我知道了 監察院嘛 人事進不去 廢也廢不掉 已經繼承事實 與其擺在一邊空轉不重用 至少要重看嘛 就像這個花瓶一樣 擺在桌上沒什麼屁用 但它就是好看啊 值得留下 所以以後我們提名經緯 就用全台選美的方式 好欸 二十九個經緯通通變成model 比照日本有AKB48 我們成立監察院PCY28 差一個監察院長 我們直接指派台灣政壇 最重看不重用 是 是 都是 既然會不講解 既然會不會好像 我們可以監察一下 既然會不及 我們脫裔 就在一起